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阅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耕人 作者卖爆小郎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六百三十二集 太子被刺 太子跟这件事有什么关系 怎么就平白遭遇刺杀了 是巧合还是博弈中的一环 如果是后者那也太惨了吧 一大早 听闻此事的许清安立刻去见魏渊 但是魏渊没有见他 无奈之下 只好转道去了驿站 打算和郑兴怀讨论 郑大人外出了 并不在驿站 背着牛角宫的李汉 迎着许清安进屋 沉声说道 最近官场上多了一些不同的声音 说什么镇北王屠城案 非常棘手 关乎到朝廷的威信 以及各地的民心 需要慎重对待 郑大人很生气 今早就出门去了 似乎是去国子舰讲道 那些都是老皇帝的水军呢 许清安愧叹着 倒是有几分佩服冤警帝 玩了这么多年 拳术虽然是个不称职的皇帝 但是头脑并不昏溃 他与李汉一起 骑马前往国子舰 远远的 便看见正不正实 站在国子舰外 感慨激昂 圣人言 名为众 君为卿 朕北王以亲王之身 屠杀百姓 使百姓如牲畜羔羊 是乃我读书人 是乃我读书人之功底 我被读书人 为黎民苍生谋福 立德立功立严 国返金 是要为楚州城 三十八万百姓 讨一个公道 他这样做有用吗 当然有用 一些新近崛起的大儒 在还没有扬明天下之前 喜欢在国子舰 这样的地方讲道 传播自己的学术理念 如果能得到学子们的认可 打出名气 那么开宗立派不在话下 郑兴怀不是在传播理念 他是在批判镇北王 呼吁学子们加入批判大军理 效果很不错 读书人 尤其是年轻学子 一腔壮志 热血未冷 远比官场老油条要纯正许多 从古至今 闹事游行的大多都是年轻人 许清安问 没有人来制止吗 李寒摇头 这不合理啊 许清安皱了皱眉 他耐心的在路边等待 直到郑兴怀吐完胸中怒意 带着身徒百里等 护卫返回 许清安这才赢了上去 此地不是说话之处 许阴罗随我回驿站吧 郑兴怀脸色古板严肃 微微汗手 返回驿站 郑兴怀引着许清安进书房 带李汗奉上查好 这位人生大起大落的读书人 看着许清安 是为今日官场上的流言 这只是其一 流言是他散步却不是没有道理 不得不防啊 我主要是为太子辈赐一案 郑兴怀沉吟 此案中谁表现得最积极 许清安一愣 卫公和王首府 郑兴怀正经危作点着头 多半是卫公和王首府谋划 至于目的为何 我便不知道了 啊 卫公和王首府要刺杀太子 理由是什么 太子跟这个案子有什么关系吗 这个答案是许清安 怎么都想象不到的 商议了许久 郑兴怀看了眼房中水漏 我还得去拜访京中固有 四处走动 便不留许阴罗来 许清安顺势起身 走到门槛时 身后传来郑兴怀的声音 许阴罗 他回头望去 这位几倍渐渐勾楼的读书人 理了理并角发白的头发做一道 男儿一诺千金种 我很喜欢许阴罗那半首词 当日我在城头 答应过三十万往死的百姓 要为他们讨回公道 既以承诺便无怨无悔 待此事后 郑某便辞官还乡 今生恐再无见面之日 因此 本官提前向你 道一声 谢谢 许清安转过身 脸色严肃 一丝不苟地回礼 他打开房门 踏出门槛 行了几步 身后的房间里传来郑兴怀的银颂声 少年侠气 交接五都雄 肝胆动 毛发怂 力坛中 死生童 一诺千金种 事事纷扰 嘈杂 若能功成身退 只留得一席悠闲自在 田园木戈 倒也不错 许清安笑了笑 皇宫 远景帝盘坐扑团 半合着眼淡淡说道 刺客抓住没有 老太监摇头 没有消息传来 既抓不住 便不许抓了 远景帝睁开眼 笑容中透着冷力 却有一副感慨的语气 这朝堂之上 也就魏冤和王真文有点意思 其他人都差了些 老太监低着头不做评价 也不敢评价 远景帝继续说道 派人出宫 给名单上那些人带话 不必招摇 但也不用小心翼翼 他顿了顿 接着开口 通知内阁 朕明日云御书房 召集诸公议事 商讨楚州案 老太监呼吸急促了一下 是 趁北王尸体运回京城的第五天 饮食 天色一片漆黑 五门外 一盏盏石灯里 蜡烛摇曳着橘色的火光 与两列进军手持的火把交相辉映 群臣们于清凉的风中 齐聚在五门 默默的等待着早朝 偶有相熟的官员低头交谈 窃窃私语 总体保持着肃静 官员们仿佛憋着一股气 膨胀着却又内敛着 等待机会炸开 通通通的 天光微亮时 五门的城楼上鼓声敲响 文武百官默契的排好队伍 在缓缓敞开的宫门里 依次进入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讲故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